你发现了没 私人飞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后置发动机 不管是弯流G550还是旁霸地环球8000 又或是达索列印8X 无一例外 它们的涡扇发动机都是挂在尾巴上的 为什么 总结起来 它们主要与飞机的设计性能和安全相关 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后部 可以带来以下这几点好处 第一 机身离地面较低 这就使得乘客更容易通过空中楼梯 来上下飞机 这对于私人飞机来说就很方便了 因为私人飞机通常是在缺乏登机桥 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小型机场运营的 第二 机舱内的噪音水平较低 因为发动机距离乘客较圆 并且声音从后部传出 这就为乘客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舒适和安静的环境 因为这些尊贵的富人 可能想要在飞行期间工作或者是放松 第三点 飞机的平衡性和稳定性更好 因为发动机更靠近重心 并且如果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 不对称的推力也会更小一些 这就提高了飞机的操控性和机动性 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或者是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 第四点 机翼就有了更多的控制空间和表面 从而增加了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效率 机翼的重量和压力也会更小 因为它们不必支撑发动机或其燃油管路 第五点 由于发动机远离邮箱和乘客 因此发动机损坏或者是火灾的风险也就较低了 发动机也不太可能从地面吸入异物或者是碎片 从而导致故障或事故 你看看你看看 考虑的是不是相当周到 所以兄弟们要努力啊 就看过这个视频的各位 人手一架 旋帽结构 我们引以为号的文化瑰宝 不用一钉一毛就能让建筑物屹立牵连不到 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但我们的旋帽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 诶 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旋帽结构 航天发动机 比如我们常见的我轮风扇发动机 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名著 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 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 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科技 以接近音速来飞行 所以想都不用想 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 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 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咯 但你有没有在登机 经过它的发动机时 意外听到过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 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呢 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 奇怪了 这声音从何而来 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 没错 就是它松动了 但是也别怕 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 这些风扇的叶片 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 牢牢的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 而是通过笋头卡在风扇盘的笋槽里面的 最妙的是它卡的也不紧 笋头和笋槽之间留有间隙 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 在重力的作用下 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 都会向轴型方向滑过去 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 又朝与轴型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 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 它们之间的突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 或许还有一些圣人的哒哒声了 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得牢靠 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 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 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 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 5 4 3 2 1 好 下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 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笋毛结构 叫做虫树型笋毛 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颗虫树 即冷山素的外观 呈现出一个油尺的V型 笋头和笋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 可以方便笋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地滑动 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 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 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 也使它们的笋头在各自的笋槽里面往外移动 那么每一片叶片的笋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 不一定啊 由于在一个盘面上 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 让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左边这片叶片A 上面被一个小室杂刮了一下 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 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B则相当完美 这个时候 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 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 不会 完美叶片B收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A收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 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分散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 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 这时振动就开始产生了 而机械结构都怕振动 振着振着就把自己给振闪架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形损毛 A不是受伤变轻了吗 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损槽里面往外滑动一些 而B则会自动少往外滑动一些 这样的话两边的离心力又再次回到了平衡点上 振动也因此而减小了 所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之所以要装得怂怂垮的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震动 你才对了吗 这跟我们的直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啊 我们觉得不要夹得紧紧的才不会左摇右晃 谁知道反而是放松一些才能真正视线又紧又稳 所以工程师的工作常常都是反直觉的 你有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反直觉但是却更好用的设计吗 一定要分享出来哦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有些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很特别 它们的尾部喷嘴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平的 而是像这种花边一样的锯齿状的 甚至有一些不仅在外圈带有锯齿 连里面的那一圈上都是带有锯齿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显然它不是为了好看的 尽管我个人认为它的确比平但无奇的普通喷嘴要更好看一些 但其实它的作用是为了降噪 怎么降呢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必须先要来了解一下造成航空发动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才行 简单来讲主要就是由于两种速度差异巨大的空气在混合时会发生强烈的摩擦 这种摩擦会制造出湍流而湍流则会带来噪音了 所以你看如果两种空气在混合时的速度差异越大 那么摩擦自然就会越大 由摩擦所造成的湍流也是比更大更大的湍流 当然就带来了更大的噪音嘛 喷气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把前方自由流动的空气吸入到自己的核心 在加压燃烧后猛烈的向后喷出来制造出反作用力将飞机推动起来的 所以由它的喷嘴所喷出来的空气速度就自然要比周围的空气速度快上很多 根据我们刚才说过的原理 在这两种空气混合摩擦之后其产生的噪音自然十分惊人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军用机场没有搬迁 所以一旦他们开始训练我们就要做好接受噪音的准备了 经常客上了一半一架呼啸的飞机从头顶的低空这么飞过去 就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得干干净净了 年轻的老师会继续撕心裂肺的大喊 而惊艳老道的老师则会停下来 慢慢的端起泡着菊花枸杞加胖大海的茶杯 轻轻的桌上一口享受着难得的片刻清闲 但是附近的居民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所以放眼全世界随着民航业的发展 对降低喷气式发动机噪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那么请问如何降低啊 你刚才一定认真听了 所以知道只要降低发动机喷出的空气的速度就好了 但是根据推力公式 推力F等于发动机出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 减去入口处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速度来看 在不能提高空气质量流量的前提下 如果减小喷气的速度 推力也会大大减小的 是啊噪音是减少了 但剩下的推力还能不能再推动飞机呢 这可就不好说了 那你也许会说 咱们能不能把空气质量流量加大以平衡减少的喷气速度呢 可以的 螺旋桨飞机就是这么干的 你看它巨大的螺旋桨在旋转起来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的进气口 一次能够吞下一大口的空气 虽然往后推出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也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 那喷气式发动机也这样干不就好了吗 把进气口加大 吸入更多的空气 再把它们以较慢的速度给喷出去 可以吗 实际上是不能这么干的 因为单纯的喷气式发动机 效率是很低的 它通过将燃料与吸进来的空气混合燃烧 制造出高速的气体 然后再喷出带来推力 所以吸进来的空气越多 所需要混进去的燃料也越多才行 然而在把这些燃烧后产生的高温高速气体喷出时 其中却只有高速是我们用得上的 高温完完全全就浪费掉了 它白白带走了很多的能量 而且喷的越多浪费的还越多 航空公司怎么受得了 他们巴不得一滴燃料都不浪费才好 反倒是军用飞机不那么在乎而已 所以在民航发动机那边 他们真的是希望被吸进燃烧式的空气越少越好 那就很矛盾了 喷的气少了 速度就不能慢 速度慢不了 噪音也小不了 怎么办 幸运的是 这种矛盾很快就被材料科学和工程设计的发展给解决了 人们设计出了更大也更耐久的风扇 并把它装在喷气式发动机的涡轮上 就变成了如今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了 它是这么工作的 在喷气式发动机的前面 再扣上一个大风扇 只有进气口中央的一小部分的空气在通过风扇后进入到喷气发动机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发动机的核心 在加压混合燃料燃烧喷射之后呢 它把大量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尾部涡轮的旋转了 而涡轮轴是连着前方的大风扇的 于是大风扇呢 就快速的旋转了起来 将通过它的空气加速推向后方 从发动机核心的外面 发动机外壳的里面夹在中间 怎么就被喷了出去 由于根本就没有燃烧 所以相比起核心所喷出来的空气呢 是既凉又慢的 但是它质量大啊 所以提供的推力也很大 而且它不热嘛 所以浪费的能量也很少嘛 效率也就相应的提高了 还有一个很关键啊 它速度慢了 跟周围空气混在一起时的摩擦也小了 噪音自然也就低了 所以你看啊 现在的民航发动机呢 是越造越大 其实并不是把核心变得更大 而是想了法子 把前面的风扇变大而已 好让更多的空气 从核心的旁边被吹出去 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降噪 它们叫做高旁路比发动机 装在波音747-8和波音787上的发动机呢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到了现在 民航科技的发动机噪音 确实已经比以前小了不少了 但还有没有得降呢 可以的啊 那就是要进一步想办法 让两种不同流速的机体 更温柔的融合了 工程师们呢 从猫头鹰的翅膀上看到了希望 哎 其实人们很早就发现啊 夜行的猫头鹰呢 是飞行最为安静的动物之一 它所发出来的飞行噪音呢 只是同等重量其他鸟类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还更小 咦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过研究啊 科学家们发现 秘密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它们的翅膀里 尤其是那些呈现出锯齿型排列的伪圆了 哎 于是在计算机仿正软件的帮助下呢 来自NASA和波音的工程师 终于验证了这个猜测 锯齿型的设计会使高速喷出的气流提前产生出湍流 使它们在与周围的空气混合前呢就变得更碎了 从而避免了更大湍流的产生 这有点像是把一颗冰糖提前敲碎了 撒到水里面比把一整颗丢进去更容易溶解一样啊 在使用了这样的锯齿型喷嘴之后呢 据说在发动机最大推力时 噪音能够减小六分贝 哎 六分贝听起来好像背水测心啊 但是分贝其实是个比值单位 所以表现的是一个变化率 降低了六分贝 实际上代表着75%的噪音量降低 一点也不少吧 所以啊 有的时候一样改进呢 看起来好像很小 但实际上却意义重大 好了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下一期呢 我们继续讲一个小改进所带来的大改变